我是綠黨新竹縣議員余曉晶 今天這個記者會的訴求 是因為我們這次提出的綠黨版的 新竹縣地方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在完全合乎議會議員提案規則的狀況之下 被阻擋進入大會 議會的行政秘書處私底下 在連署我的綠黨版的公民投票自治條例的議員中 分別去私底下打電話給他們個人去進行遊說 讓我們的法案要必須進入新竹縣政府 是作為賤請案 另外還有希望他去遊說議員們去做撤遷的動作 我認為議事組跟秘書處都已經嚴重的違反了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的原則 私底下打電話遊說其他連署他的議員撤銷連署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因為他連署因為黨團他也有提出他的法案 所以說他會撤銷連署可能是因為黨團的關係 因為不方便在這邊連署所以說他才會撤銷連署 您說是國民黨黨團嗎 對國民黨黨團 另外請教一下為什麼議員的提案法規類的 我們要先進入到程序委員會 因為按照我們的程序設置要點的規定 你提出的法案是不是完備 法案要不要合併 還有程序上的有些優先秩序 所以說我們除了議員的一般提案以外 對於縣府的提案還有縣議員的法規提案 我們一律都是要經過程序委員會的審議 那類似我們這種做法的其他縣市的議會 有沒有其他縣市議會也是這樣做的呢 中央立法院也是這麼做 還有台北市議會 新北市議會 以及基隆市議會 都是要經過程序委員會的審議通過 所以好像我們隔壁的縣市是沒有的 新竹市跟苗栗間沒有對不對 是沒有錯 那我們新竹縣一向都是有這樣一個 那如果說議員他們對於這個程序有意見 他可以怎麼做呢 他可以在內部裡面提出來 跟每一個在大家內部來商討 那商討如果說大家有這個共識的話 我們也可以議員如果提法案的話 可以不經過程序委員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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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